中国疫情爆发 不幸往生的染疫者暴增 火葬场全天后运作难以复合 传出四川电罗炼钢厂 向当地政府申请殡葬火花业务 但是网友爆料文章迅速被中共删除 近三年来中共的清零政策失败后 中国爆发疫情海啸 12月开始 北京 上海 成都和广州等多地殡仪馆 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 由于中共封锁真实疫情资讯和数据 纽约时报指出 外界在判断中国疫情严峻程度上 如同一场大型科学的猜谜 不少中国网友表示 现在看病难 买药难 火花也要排到2月份 近日网络流传出的惊悚一幕 穿着校服的10个人 自行在空地上焚烧火化自己的亲人 影片还可以清楚地听到阵阵哭声 另外 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的微博账号李三孝 29日披露一份信件 四川电罗炼钢厂向当地政府表示 钢厂近年以来大多处于停产 半停产状态 设备闲职 员工放假 由于疫情等因素 殡葬业的火化设备超符合运转 信中称 钢厂电炉火化一具尸体的时间更短 希望当地政府允许钢厂增加殡葬火化业务 资料指出 工业用的电葫芦温度可达1800摄氏度 四川电罗炼钢厂 想要加入火化遗体业务的信件 吓坏了网友 李三孝的爆料也很快被中共删除 王毅卸任中共外长后 出任了中共中央外办主任 同时任命驻美大使秦刚为外交部长 中央社报道称 随着秦刚及王毅在中共台面上陆续就位 其好顿言论未收敛 未来中共外交路线可能要进入新战狼时期 中共从2019年以改过往韬光演会的外交模式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从外交部长发言人到中共驻各国外交官都以凶猛的外交术语威胁的口气 发出了一系列的进攻性言论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月2日的文章中认为 习近平上周六在全国发布的新闻贺词中罕见地承认了 三年疫情防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 文章指出 习近平在贺词中说 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都不容易 他还默认了11月底发生的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抗疫的行动 他提到公众会有不同意见 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 英国金融时报在周六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目前中共病毒危机的注意力 这说明习近平的中共病毒决策 对他在国内外的信誉造成了损害 有中国专家认为 习近平所声称的中国制度世界最优 正在遭受严重的质疑 中国民众在抗疫中喊出了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等口号 海外华人留学生也纷纷响应声渊 震惊了世界 随后 中共当局突然转变了中共病毒防疫政策 于12月7日出台了防疫新失调 无准备地放开管控 随之而来的是 中国中共病毒疫情的全面大爆发 中国元旦期间 河南省周口市因为民众上街燃放烟花 爆发了警民冲突 警察抓人后 民众群起要求放人并推翻了警车 有年轻人跳上警车展示警车车牌 引起了群众的欢呼 除了河南之外 南京 山东等多地也都爆发了烟火抗疫事件 评论指出 从白纸运动到烟花运动 中国民众已经觉醒 借着抗疫争取自己的权益 这是巨大的进步 继德国与美国之后 欧洲联盟也表示 将免费提供中国更高效的中共病毒疫苗 不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日声称 中国国产疫苗的产量能够满足应接进阶的需要 拒绝了欧盟的好意 英国金融时报三日报道 不具名的欧盟执行委员会官员表示 这项建议是在澳门27国卫生官员3日召开会议前几天提出的 一名执行委员会官员强调 已经接触中国官员 表达了包括分享公共卫生知识 并捐赠能应对中共病毒变异株的疫苗 但中国方面没有回应 中共高官靠器官移植续命 以及如何有这样大的器官来支持成功配型 再次引发关注 中共全国文联原党委书记、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长高湛祥 于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死亡 中共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 在12月11日的道文中说 高湛祥身上的器官换了好多 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段话让网友感到了震惊 质疑高湛祥身前换了那么多的脏器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多少中共高官通过换器官为自己续命 中共高官换器官续命的消息让网友联想到中国大量青少年学生离奇失踪的事件 可能与中国活摘器官有关 国际相关组织的调查指出 中国从1999年开始破坏维瓦人和法轮功人员之后 大规模秘密活摘他们的器官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建立了全球第一的庞大器官移植产业 这一情况已引起了国际的高度关注与调查 中共在韩国秘密设立海外派出所事件曝光后引起了当地华人的抗议 部分华人举行了白纸革命示威活动 要求撤销中共的秘密警局 同时谴责中共当局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的真实情况 另有自由中国你我使命的旗帜上 白底黑色的五角星取代了中共五星红旗 中共疫情爆发以来 染疫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医院人满为患 对此 参加集会的中国留学生表示 中共政权对民众的健康丝毫没有责任心 韩国松坡区的大型中餐厅东方明珠被质疑是中共在韩国非法运营的秘密派出所 该消息传出后引发社会热议 参加抗议的留学生表示 韩国距离中国最近 因此存在很多的中共窃听组织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全韩学者联合会 2022年11月末开始 乌鲁木齐大火引发了中国多地民众自发集会 抗议中共不人道的中共病毒疫情分控政策 手举白纸 高喊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这场白纸运动也延伸到了海外 各国华人和留学生表示 将持续深渊中国的示威民众 住在乌鲁木齐的哈萨克族加纳谷里朱马泰 最近给一位哈萨克知名人士写了一份请求信 信中说 因争取合理的政府征收草原补偿及安置补助费 成了地方政府的眼中钉 导致了他从2017年9月26日起就被关进了中共所谓的集中培训中心 长达两年27天 被释放后 当地警察仍然对他及其家人紧盯不放 使他不能正常外出工作 办理护照 就连到医院看病也害怕在过程中被动手脚 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包括各种缴费 都不敢使用手机 加纳谷里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 在这六年来 他完全没有任何收入 都靠家人接济 生活过得很艰难 曾经在哈萨克国家电视台工作的加纳谷里 是个知名的文艺工作者 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敢于向外揭发自己被关进再教育集中营的受害者 加纳谷里透露 由于2010年挺身争取合理的政府征收草原补偿及安置补助费 与新疆政府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成了当地官员的眼中钉 后来有关当局 诱骗他从哈萨克回到了所谓新疆 处理相关问题 没想到 从2017年9月26日起 就被关进了中共的集中营 实际上就是乌鲁木齐的第二监狱和第三监狱 长达两年27天的时间 直到2019年10月18日才获得释放 以中共交好的巴基斯坦再度爆发示威 堪称当地最重要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瓜达尔 去年10月爆发抗议 示威者直接在中资经营的港口静坐 双方爆发冲突 示威运动发起人最后发出通牒 要求中国人离境 目前该地区处于宵禁及断网状态 使投资额高达5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陷入了停顿 中国疫情大爆发 马上又是新年春运高峰 在北京当局打开国门 让中国人出国之际 一些地方政府却发布 非必要不返乡 慎重返乡的通知 对此 民间议论纷纷 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负贫 反问 没放开也是非必要不返乡 放开了也是非必要不返乡 那不是白开放了吗?实际上 这波大规模的感染早已蔓延到了农村 但由于医疗资源匮乏 农民只能把感染当成感冒应对 网传视频显示 一些农村感染者躺在地上输液 一些乡镇卫生医院没有药品 重症患者只能到县级以上医院去救治 1月5日 有推特网友曝光 在河南驻马店殡仪馆 由于尸体堆积太多 很多遗骨没有火化完就被扔掉 由于中国疫苗不可靠 此前小红书等多家大陆社交媒体 已经有许多铺港打疫苗的攻略 对此 香港卫生官员表示 在短期来港的中国内地居民 不可接种香港政府的公众疫苗 1月3日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共专家参加闭门会议 并再次要求中方提供有关中共病毒疫情的可靠数据 包括病毒基因测序的详细信息 中共病毒正在中国持续爆发 尽管各地医院和兵育馆已不堪重负 但党媒《人民日报》却不但在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1月3日 世界卫生组织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 邀请中共专家参加了视频会议 希望中共介绍有关病毒基因测序的详细数据 并要求中共官员分享有关中国确诊病例急增的实际数据 包括住院 重症 死亡人数等 世卫还要求中共提供疫苗接种情况的数据 特别是弱势人群和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情况 以便其他国家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 根据路透社报道 多位负责向世卫组织提供建议的科学家们 他们希望与中国专家开会商讨中共病毒疫情时 能够了解到更真实的情况 但是也有病毒学家直言 中共政府给出的数据不太可信 并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监测网 以监测中共病毒疫情的发展 国际卫生专家预计 中国在今年会有至少100万人以上死于中共病毒感染或者是并发症 数据 świe 作词 您人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